第五條 弦的問題 這條算是比較簡單的題目 我們會填回1 2 4 5弦 進入這兩個節奏 一個Bb就是F major 一弦會有F A 和C 二弦會有G Bb 和D 四就是由F major開始數第四個音 F G A B Bb 就是第四個音 第五個弦會有C E 和G 然後我們看看弦中的是什麼音 我們再決定是哪一個弦 現在這個格子有F E D B 一個弦中的音是不會在旁邊的 譬如F A 和C 他們每個音都是隔開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音 是在他們中間連來的話 這個是當一個PASSING NOTE 所以這個是不需要理會的 所以我們計算F D 和 Bb 就知道它是哪個弦 只有一個弦有F D 和 Bb 就是4弦 下一個有F A 和 A 哪一個弦有F A 和 A 只有1弦有齊 所以它就是1弦 下面也是這樣做的 它有Bb G 和 D 只有2弦才有這三個音 下一個是 C 和 F 也是只有1弦有齊 這兩個音 最後是 C E 和 G 這個也非常簡單 只有5弦有齊 這三個音 所以我覺得這條是一個送分題 因為是非常簡單 只不過是把它做一些MATCHING